我還想起來真好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嘎老師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都不太能出門 有些很愛唱KTV的嘎主們應該都非常非常的激癢吧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推薦 在家也可以享受唱KTV樂趣的神器 酷樂KTV AI印象 首先大家最關心的應該是它的曲庫有哪些 它的曲庫除了有美華的曲庫以外 還有Youtube的曲庫 這個Youtube的曲庫可厲害了 它的歌單非常的新 像我小時候家裡也有K歌機 但是歌單就停留在剛買的那時候 結果現在都只能唱一些比較老的歌 但是這個Youtube的曲庫不一樣 它是會持續更新的 而且就算你想唱的歌曲庫裡面沒有 你可以在官方LINE跟廠商許願歌單 這個許願歌單是包含評分功能的喔 另外根據廠商小道消息透露 目前已經開發新功能 就是大家以後甚至可以自己 新增Youtube的歌曲到歌單裡 甚至連許願都不用了 這是不是聽起來很讚呢 而且現在大家也不只是唱中文歌 所以它的歌單裡也是各種語言都有 比方說中文有 柯在我心裡的名字 比手就是了 柯在我心裡的名字 忘記的時間這回事 於是謊言說一次就一輩子 這我不會唱的 比方說日文有紅蓮華 那韓文比方說有 boy with love how you like that 是不是非常新 當然和英文歌 Baby girl Faded Speechless 就這個 就這個 經典台語歌也一定都有 那這個K歌系統除了曲庫和Sgay以外 它還有評分系統 這個我兒子超愛 因為它的評分是分開來的 所以兩個人一起唱還可以比賽 如果是男女對唱也會有各自的評分 我兒子每次都逼我跟他比賽 但是我又不能唱贏他 而且唱完的分數還會跟全台灣的人一起排名 這個我相信也會非常激起大家的社福語 因為我就是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買的是 無線麥克風的組合 你還可以直接按麥克風上的按鈕 不用遙控器 也可以調整你的音量或是回音 而且它還有兩個 我每次按 我兒子都會笑到瘋掉的音色 今年幾分 你是大班小班還是中班 嗯? 嗯? 最後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 就是它有手機APP可以用 在手機APP上面 你可以登入你的帳號點歌 這樣你的歌曲出現的時候 就會知道是誰點的歌 而且還可以用APP發彈幕 這樣別人在唱的時候 你的留言就會出現在畫面上 除了可以點歌和發彈幕 它同時也是遙控器 你可以調整麥克風或伴奏的音量 也可以升降Key 也可以開啟導唱或是傾導唱 竟然還有傾導唱 是不是很細節 還有一個功能我覺得也很棒 就是跳過前奏 來底下留在那些前奏很長 每次去KTV都要等很久的歌 那K歌系統的重點 介紹的差不多了 你以為就沒了嗎? 沒有! 它的硬體本身也是CP值超高 每個設備也都可以拆開來使用 它的K歌系統是安裝在電視盒裡面 簡單來說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台手機 你可以下載各種APP 所以你也可以下載 YouTube或Netflix 登入你的帳號 就可以在電視上看這些影片 光是這個電視盒 外面賣至少就要4500了 此外它的喇叭還是藍牙喇叭 所以你的手機也可以直接連接喇叭 就可以播音樂 如果你有電吉他 電鋼琴或是吉他實音器 也可以接上這個喇叭 就可以把你的樂器音量放大 所以如果K歌系統的歌你不喜歡 你也可以自彈自唱 最後就是這個無線麥克風 厲害了吧? 他竟然還可以接上 車子的音響系統 所以只要帶著兩支麥克風 跟這個小小的設備 然後你就會在車上K歌了 這樣坐車應該就沒有人想睡覺 應該都在搶麥了 是不是聽完很心動啊 我的習慣是推薦給你們任何的東西 都一定是我親測過 覺得CP值非常高的 這K歌系統CP值是真的很高 我覺得很喜歡唱KTV的一定要有一套 才能夠撐過這個疫情 那我有跟廠商幫大家設計了三種組合 第一種是有兩支有線的麥克風 這個組合適合有預算考量的人 第二種是兩支的無線麥克風 這個組合是我最推薦的 因為這個組合只比第一種組合多兩千塊 你的麥克風就變成可以隨身帶走的 也可以直接用麥克風上的按鈕 調整你的音量音色 而且無線的麥克風更像是KTV唱歌的感覺 第三種是兩支有線加兩支無線的麥克風 這個是和家裡人口比較多的 四支麥克風一起唱 大家不用搶麥 那如果大家之前是很常有朋友來聚會 但是因為疫情暫時沒有那麼多人 大家也可以先買第二個組合 兩支有線麥克風變成四支麥克風的組合 那以上三種組合 目前都有限時團構架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開團 所以大家要趕快把握機會喔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個 酷勒K歌AI音響有什麼疑問 也都可以私訊我們LINE詢問的喔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戴安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